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30号 咯咯咯币大家应该这一波又撞到了 没错就是如果上期的视频 锁掉的那样 它的支撑位是在0.16左右 我上期视频已经说过 上上期视频 上上期的那期分析盘面的那期视频 已经说过咯咯币这个月一定会突破0.2了 0.16左右 这是它的支撑位 这一个月应该会突破0.2 那现在狗狗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最高已经达到了0.2288 没错就是那天我们刚刚分析完 基本上之后一致就开始 大师我们拉到将830的 百分之30的点位 如果这一批同学有听我的建议的话 应该也撞了一笔了 但是接下来我就不怎么 又再接下来这个 按现在这个行情来看盘面的话 我是不会再随便做交易了 因为接下来狗狗币随时可能起飞 我们今天先着重来讲一讲长线 但是我们等一下也会分析 先分析一下短线的行情 但是我们今天着重分析长线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伙伴 我们的小伙伴 大家有没有看到呢 他们都怎样 我们的群里的小伙伴 想怎样呢 想知道 国币这个牛市的顶点能看到哪里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加入我订报群的小朋友们同学们 我只要有机会 我都会给你们的问题 给出一定的时间回复 当然因为目前权力的人还不多 基本上所有有问题的小朋友 同学们的问题我都会回答 但是后期如果 入群的人多了的话 我会挑选问题来回答 所以这一轮牛市 我们顶点可能看到哪里了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但是会在基本上这个节路会 怎么得出来呢 大家要听到最后 所以我不是乱分析的哦 肯定是有非常充足的证据和理由 来告诉大家 这一轮牛市 顶点能看到哪里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所以想知道顶点 走到哪里朋友 不单单要订阅我 还要怎样录群我 到时候会告诉大家 点位如何设 如何买 如何分析 加入我的电报群订阅我 有件事我不得不问你 对 没错 问的就是 还没订阅章鱼老王子频道的你 看了这么久的视频 你还不订阅我 你的良心痛不痛 良心痛 那你去按一下订阅按钮就不痛 良心不痛 那你更要去按一下订阅按钮 追一按就会唤醒你 尘封已久的心 帮你体会心痛的感觉 现在体会到了吧 体会到了就好 我们继续聊 嗯 订阅我之后 然后在我们屏幕下方 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加入电报群了 其他目前我们的 这个群人数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有文笔大的 那么今天 今天继续先来看什么 那不是看长线 先来看看短线 长线我们到视频的最后才分析 具体这些视频会做多长 不知道 所以大家请 一定要看到最后 关注我订阅我才能真正拿出狗狗币 他已经要开始起飞了 随时会起飞哦 同学们 不知道能飞多高的小朋友 要把视频看到最后 并且加入我的电报群订阅我 还有没有买狗狗币的朋友 赶紧上车 后期狗狗币能走多远 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并且 我这边会附上这个视频 最后会附上买狗狗币的教程 还没买的小朋友们 同学们一定要赶紧上车了 狗狗币的教程在后面 事情的最后 我们视频讲完这个 副分析和预测 完这个长期的顶点以后 我们后面的视频的最后部分 会给同学们买狗狗币的教程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了 开始开始 先从 先从短线开始讲 我们先看看 先画条线 先画条线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 0.12左右 我上次说强吃称位 那些视频讲过了 大家没看到 狗狗币是一路上扬了 我也说过 吃再也不会 强吃称位在这里 不会跌不过0.12左右 大家看到了 那么 上期的视频还没看的 小朋友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当时会怎样分析 因为那期视频不单单是讲线 也告诉大家原理了 是如何看盘的 目前向这个三个指数来 订阅我之后 我以后会再根据不同的线 不同的行情 不同的指标 我会用不同的指标 来分析我们的狗狗币 以后能找到哪里 它的短期短线长线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看看看看 狗狗币 对不对 找到哪了呢 现在是0.21左右 但是我们在基本上是 狗狗快起飞的时候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那期视频 就分析了狗币 所以这个月一定能突破0.2 是的 并且你看 就在没过两天 基本上三十几个小时以后 就突破0.2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的 所以赶紧订阅我咯 小朋友们 同学们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现在先分析一下 短期的近期的行情 我们根据这个蜡烛图 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很明显 我们现在是谁啊 是 大家看一下 是整体上升的趋势 但是伴着 有伴有什么盘者和回撤的中期 这个在这个位置 上扬 上扬 盘着 回撤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很经典的 K线的这种 强劲的看场势头了 然后我们大家看好 成交量 这个绿色蜡烛之高啊 就是这个主台之高啊 表明这个 什么 表明买盘的压力很大 买盘的压力很大 其实代表着就是 大家都想上车了 应该之前已经输过了 不单单散户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什么呀 很多的机构已经进场了 就是专家进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CD 上次也教过大家如何看MACD 如果有兴趣的小朋友们 同学们可以看看 我当时是什么分析的 这个MACD的 MACD的指标看到没有 我画了线 它的指标在这个 这两条线之间 这很大 这个指标显示MACD 已经穿过了信号线 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什么 是买入的信号啊 但是它有一点点 开始下降的势头 大家还没有看到 一点点 有可能 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 很幻乎 这会一直走 但是呢 这已经不是代表着 它的趋势会翻转 仅仅是代表说 这个上乘势头解锁 会进入一定的盘整的阶段 这是短线的哦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均线 均线 大家看看这三个均线 这三根 这根 这根 紫色 蓝色 黄色的这几根 基本上这三根都是 都是达到了什么呢 都达到了 动态支撑 看到没有 价格 这个价格应该 接下来 狗狗币 是短线的价格 应该在回调周期 就是应该是震荡 因为从零点 我分析的时候 当时讲的0.1718左右 竟然长到0.22就到了 所以它应该会 狗狗币应该 接下来进入震荡的相提 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是在这个位置分析的 这个位置 好 它就长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 那期视频已经说过 它的支撑位置在0.16左右 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一定这个月会突破0.1 果然就突破0.2了 因为这是我根据不同的 拉桌图 还有这个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指标 然后面前已经讲过 分析出来的结果 相对非常准确 我的声明在80%以上是有的 然后大家看到了 它都在均线上面上方了 均线上方 狗币都在均线上方 大家没看到 非常强势 随时会起飞 飞到哪里呢 能飞到多高呢 等一下再说 可能后期会讲的 那些人都看到后面 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个 非常重要指标 SAR这个指标 上期的视频也教过大家怎么看 SAR的指标了 这个SAR指标 现在目前在这15分钟线里面 是进入了正常的周期 很明显啦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其实从这个位置开始就是 正常的周期 来回的在这回撤回撤回撤 上下上下的波动 再旁整 成交量也有一点点的放黄 成交量在这个相提是有放黄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位置和这个差距是挺大的 这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区间了 但是今天我们还要 也运用一个指数 哪个指数呢 诶 想知道的小朋友 订阅我 我买个关子 订阅完 我再告诉你哦 那么 嗯 没错 刚才看到了啊 已经订阅了 有个小朋友 我就告诉你 然后 我们今天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个指标 好 这个指标是看长线的时候非常重要 非常有用的一个指标 好 我们先看看狗狗币的长线 周线 嗯 狗狗币的周线 大家看到没有 好 这是它的箱体在这 嗯 然后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线吗 嗯 知道这叫什么线吗 刚才我那个图画出来的地方 我们有个箭头要出来 这个叫上影线 看到没有 这根上影线 狗狗币在三年前是 仅仅通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涨到0.7 就从0.08左右一下涨到0.7 这根上影线非常的长啊 所以呢 它的实体怎样呢 实体比较弱 上影线非常的长 对不对 这个是很典型的 趋势反转的一个信号 于是狗狗币进入了长期的什么样 下跌的趋势 直到了这个位置 SAR 这个位置的时候 才开始出现这样一点点的反弹 嗯 其实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长周期内其实都在震荡 对 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SAR这条线 这都是SAR是很好的翻译这个 趋势反转信号的一个指标 然后大家看在这个位置 好 来了 其实S 我们今天先讲这个指标 其实在各方面的数据和指标上 已经都表明过不平 在这个位置开始 就是要出现上升趋势了 然后我们刚才的麦子 麦的关子 现在 要给大家揭晓了 什么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哪个指标呢 诶 就是这个指标 没有小朋友知道 这是什么指标 休息一下喝口水 嘿 你是不是忘记订阅我了 不要犹豫 按按左下角 订阅我就对了 嗯 知道小朋友可以告诉我 可以告诉我哟 这是 这个是什么指标 你们懂的小朋友 很可惜不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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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直播的话 大家就可以在弹幕上一下打出来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菲波纳切回测 看长线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菲波纳切回测 我 根据这个菲波纳切的回测 来分析一下 查看这个 这个菲波纳切的这个图标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它基本是在0.018附近 开始震荡 1.018附近 在这位置 在画图 稍等 因为 因为这个是 录拼了 0.018在这位置 嗯 讲解这位置吧 然后 摆布在这位置 一级一级的上升 大家看得了 可能小朋友 我们看不懂它都是意思啊 因为这个讲解就算复杂 那我先稍微科普一下 什么是菲波纳切指数 菲波纳切指数啊 是 就是很早就运用在 运用在这个金融交易中 这个数字 甚至在古印度有人知道了 是用于度量科学的 后来到了十二世纪 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 然后 就是厂明了它的特性 它是一个无限的数列 由0 1 1 2 3 5 8 4 3 2 4 1 3 4 5 4 5 这样的一个数列来排行 它有几种形态 它的形态就是每一个数字是前两个数字的总和 前两个数字的总合 例如8等于5加3 或者34等于21加13 就是一个数字与前面的一个数字的比例非常接近 大概是1.6 1.618 其实它这个就是环境分割线 你知道吗 例如54除以34等于1.6174 然后呢 这个就比如说轮体的各个部位的比例 数据之间的距离 其实都有这种非波纳切的螺旋 其实就是一个环境比例 知道吗 就是自然间中分析和谐标准 就是叫做什么环境比例 那大家现在大概应该知道了它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这个被运用在这个环境比例 被运用到了这个这个金融交易当中呢 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 被运用到我们这个股票 来这种金融的交易当中了 反正对于有经验的交易来交易者来说 Facebook纳切回测的这个技术指标 跟其他的这种指标结合使用之后 例如这个MACD 还有刚才我用的那个MSAR 还有一个就是RSI 这个指数或者说指标 这几个结合起来它的可靠性非常非常高 非常准 然后呢 我们来看的 我今天就不讲到这些为什么了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一般只有我们这种长期交易的人 看的东西中得原理 总之这个就是已经有明显的上涨的这种趋势了 就是狗狗币 在这个Fiborna切这个 等一下 这几个指数在回测的时候 它的趋势也是开始反转了 这是它的最低点啊 你看 其实就是0.12左右 但是为什么说是强制升位呢 无论说长线短线来看都是了 然后呢 这个Fiborna切这个回测的起点 将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顶部 起点 然后它的终点是另一个顶部 反正这个讲起来是非常复杂 真的说实话 这个真的我要做好奇迹的视频 才能教会大家看的Fiborna切指数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不讲原理了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像上期那样 看短线 可以短期的分析的清楚 反正我们这个Fiborna切这个回测 它的结构非常复杂 也不是我们今天如果分析一下 可能一两个项目就挖了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 大家来看看2020年 这个时候也可以应用Fiborna切这个回测 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一下 Fiborna切回测 对这就是2020年的1月份开始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反弹 下下 正在这个箱体当中正在 基本它这个回测的这个指数 细看一下都是在 好这个回播这个指数的 这个位置 0.22左右吧 好 那然后在这个支撑位以后 它就往上升 在这里爬升 这是狗狗币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在这里 这是在三年前 还没有 那天我被注意吧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这个也是在第二个阶段了 这是画的线 应该是大家目前不知道大家看不懂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这真的比上一期的视频复杂很多 真的没有办法用几句话跟大家讲清楚了 我们就直接进第三个阶段吧 总之狗狗币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 到了目前第三个阶段 它的历史又重演又要开始重演了 按照我的分析 基本上狗狗币近期这一个月内啊 找到哪呢 没错 就是画的掉线 0.35左右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知道了 近期这个月内 0.35左右 因为它回车了好几轮了 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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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画出来一个线 强词称为 0.12 这位置 对 0.12呢 把信号出来 0.12左右 这个位置 踏上 上期的视频说的 0.12左右 这位置 下支撑位 然后 第二个支撑位就是0.16 这个位置 上期我没有把这个信号出来 这是我 这些线是我自己用的 当然只有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加入我的电报群的小朋友 有机会 我会把这些线给大家看 或者我以后会退出会员 目前还不需要 尽力何事 这位置 回波纳切回车 它其实已经回车完了 好 目前是涨到0.0 这个位置 看到哪里呢 就是刚才说的 0.35左右 那么我们 视频最开始 关子卖到现在 我要把答案揭晓给大家 狗狗逼看到哪里呢 目前我们在这个位置 好 已经涨了两倍左右 这个位置 两倍 就这几个礼拜的时间 好 我们 这一轮牛市 就这个位置 1.5美金左右 我觉得好 我觉得好 但是呢 散不分顶了 它的趋势现在没看 就是非常恐怖 是吧 必须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上下 这个 它的空间之大 那吓死人呢 就是 我们 就是 关注我的 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基本上0.7 0.07左右 基本上大家都开始入场了 对吧 我说要起飞了 在这位置 具体为什么它是判断出来 真的一句话想 太复杂了 我跟大远老师分析很久了 在这位置大家都进场了呀 直接涨到0.2 然后 包括上期的 前上上期的视频 我已经说过 一定会突破0.2 然后 可以进去 最高分涨到0.23左右 但是同学们大家没看到 这个它 顶 没顶的呀 没有顶 你知道吗 所以 兄弟的小朋友说顶在哪 顶在 我说安全的来讲 就是 我们来讲讲它的 保守的来讲 1.5美金左右 涨得比较好一点 因为说 马斯克 推出 K斯拿去支付的话 至少涨到这个位置 是4美金 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大的 基本盘 按照仅仅的K线来讲 2.3美金左右 是点点 但是基本上 1.5美金不是问题 但是 长线一定要关注 这个 马斯克还有各个国家 对狗狗币的消息 或者支付手段 它不是一个K线哦 已经不是K线的问题了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人类命运 一个金融体系的 重新再建立 同学们 这就不知道 我有没有讲清楚 长线不是看K线 长线不是开K线 长线看什么呢 看 人类命运 所以我保守估计 如果没有出现大的消息的话 至少应该在1.5美金左右 但是如果说 盘就是没有出现 像之前519那样的爆雷啊 或者中国政府把这个 利权赶走的话 至少应该涨到了3美金左右 这就是它的顶啊 没有顶也没有底 哦 底是有 底是有 不能说没有底 底是有 但是没有顶哦 同学们 底在这儿 1.12近期在这儿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 这样查数看到没有 底在这儿 顶呢 没顶了 没顶到同学们 这就是为什么叫大家赶紧上车 至少啊 这个都是至少到1.5 不是1美金 同学们 是1.5美金 所以我有一期视频 说过了 狗狗币一定会超越美金 他大概率今年 不知道几月份就是超越1美金 大概率是突破1.5美金 拿完了同学们 然后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同学们 订阅我 这个视频后面会教大家买币 赶紧上车了 买币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好处 这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也是人类未来金融发展方向 我之所以一直在推翻狗狗币 也是 处有一种使命感 所以 而且狗狗狗币圈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玩狗币的人 是有一种 梦想和情话在的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反而是这个 是推动人类命运往前走的东西 1.5美金 保守估计1.5美金 散布分顶 基本上3美金 如果有好趋势比较好的 有一些这个 一旦如果出现 马尔斯克X 运用狗狗币 拿去做支付的话 市面竞争 好了 这些视频 看好以后要收藏 要订阅哦 要加入我的电报群哦 我会教大家 怎么炒短线 也会随时回答 回答大家的问题哦 如果人多了以后会挑选问题 现在人很少 基本上每个问题都会答 你会讲讲怎么出入境啊 因为牛市到了 出入境是个问题 好 还没买B的小朋友 视频后面 赶紧买B群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哈喽 视频都看完了 你订阅了吗 闹铃打开了吗 银赞了吗 还来得及哦 我得够了吗 我得够了吗 那些设备 那些设备 要把插 않아